這個房子 美軍俱樂部 五六十年代那個時候 他們這邊娛樂 他播放了音樂的載體 那就是黑膠嘛 對 所以那剛好我們董事長 在五六十年前 我們是台灣第一家 做黑膠的工廠 所以我們就把這兩個事情 把它連接在一起 所以在上面 佈置一個黑膠故事館 然後專門講黑膠 然後用音樂去活化這個建物 這美麗的品牌是 製作一個藝術 那些人可以使用 然後其他客人可以跟其他客人 可能是一個合遇的地方 我喜歡別人的教育 因為沒有人知道 所有的音樂 所以有些人會教我 我認為是很喜歡的 所以這次就不知道 我也是在一起 這次就說